好,那我们刚刚讲那个颜色 它从0到255 那其实这个方式跟外面 我们一般他们在做那个 做大图输出什么 他们有一些做美工的 他们的颜色是可以找到那个 你要什么颜色 它有一个组合 RGB的组合 那所以你可以用克隆浏览器 你直接在搜寻这边 你直接打RGB的射码 他们学美术的 都有那个射码的转换表 所以你就可以去找射码表 配色表 RGB的配色表 那你点进来看 它有的会用 这个就是用2的巴金位来表示的 所以这个RGB的数字 就刚好是我们那个RGB的数字 所以你只要比如说 我想要这种颜色 那我就调这三个数字 就会蛮接近这个颜色 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的R红色那一个就调255 Green绿色那一个就调235 然后Blue那个就调205 就会是对视这种颜色 另外如果你是用 所以我们看是RGB 因为我们是三原色的 所以是看这个 另外他们如果是用那个什么16个颜色去混合的 就要用这种数字 这个就不是我们要参考的范围 你看其他的射码表 他有的也有RGB 可是他就是用这种 他就不是用RGB 所以我们都要选RGB 选RGB 然后他就会用RGB的颜色的数字去做组合 没有 所以你只要看到那个只要是0到255的范围 就是我们这种RGB的配色的方式 这个是用实镜位的方式算的 所以这个不适合我们那个数字 这个还要透过换算 所以你要找RGB的配色表 这样了解吗 只是说他那个颜色跟我们这个颜色没有很接近 没有很接近 不会那么准 因为有一些电子的原理 他其实那个电子需要经过计算 我们这个学习用的模组 他没有做到那么仔细 所以他颜色不会那么准